超連結的部分呢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平常你在Word裡面 或者是PowerPoint裡面 超連結是 選起來就直接連結出去 不好意思 這裡的超連結 跟你 想的 真的不太相同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要做超連結 或是這一塊我要做超連結 他比較像網易的概念 他就畫一塊 當作超連結 只要被他框到的 都可以 那超連結在哪裡?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鏈子 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鏈子 這就是超連結 就是說偶爾 你可能需要在簡報裡面 加入超連結的 進來 有沒有一個叫添加連結 按一下之後 請你把你要的範圍框起來 這裡就變成手 這樣你了解嗎 他不是以物件導向 你不是說我選到哪一個物件 變成超連結 而是 你框一個範圍 他就是變成手 然後看你的右手邊 你想要連結到哪邊 你要連到網頁 連到我們文件裡面 請問 PowerPoint可不可以 一定要照著順序 第1頁第2頁第3頁第4頁嗎 可不可以跳不同的頁面 這裡就跟那個一樣 只是他把它叫做什麼 鏡頭 這樣了解嗎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簡報的位置 叫一個鏡頭 所以如果說 你在這邊 我現在點了這個 我跳到第5頁 你就可以點第5個鏡頭 像這樣的概念 好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先連接網頁好了 我只要連接網頁 那我就把我要的網址 把它打進去 比如說在這邊 好假設我要進到這邊來 我把這個網子 點起來 我就給他 這樣就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要看到他 你可以把它 顏色才會變淡一點 但是預覽之後會不會看到 不會 只是你滑過去 有沒有變成手 這樣了解的 所以 他的超連結 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是 使用Focus在超連結的時候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對了 這邊 給各位看一看 你都不知道我剛剛在後面有 安裝機關 現在比較慢 後面有一隻 就是啊 如果你要回頭 你可以跟他 say hello 偶爾我會像這樣子 就錄一下 如果需要靠近一點的話 我會把它拉近一點 不過 速度比較慢 現在速度比較慢 有沒有靠近一點 有啦 真的有一隻在後面 所以這樣 上課會不會比較可怕一點 不能亂做事 亂做壞事 好來還給您 好所以 超連結部分呢 您倒可以試看看 不要了 就把那個紅色區塊拿掉就好了 好